好那么国际社会也在世界人权日呼吁立即释放被中共囚禁的高智慎律师 来自香港的立法会议员何俊仁以及北京著名维权人士胡佳都表达了这个急切的诉求 作为高智慎律师的朋友 香港立法会议员何俊仁曾经以美洲绝食和高律师并肩作战 在人权日期间他要求中共立即释放被非法囚禁的高智慎律师 因为有良心的律师 要他受尽折磨 失去自由 甚至要向他施加扶刑 这五年的换营他是非常痛苦 家人也被迫要离开他 现在还要他继续扶刑 这个真的无法接受 12月16日江氏高智慎再度入狱戒满一年 他在北京的朋友胡佳表示 今年3月高智慎家人探望过他之后 高智慎再次音讯全无 他呼吁国际社会给予大力营救 他强调对高智慎的迫害中共政法委系统罪则难逃 高智慎因为2004年为法轮功学员写公开信而遭受严重迫害 去年年底 五年缓刑将满 当时已被失踪21个月的高智慎 被送到新疆撒亚监狱服务员判的三年实刑 新唐人记者梁珍在香港报道